510个投票所 真的是5、6天的时间里面 完全都找到很不简单 距离6月6号罢韩投票只剩两周 中选会主委李静友 特地南下高雄视察投票所的情况 就连选举相关公报 过去规定在选前两天送达 这次也特别要求 前五天就要送到市民手上 这次中选会真的特别积极 谁有那个能力 可以让中选会这么积极的配合 谁有那个能力 可以让台湾高铁同步的推出促销方案 所以整个罢韩到最后 已经是一种报复性的罢免 还有一个政党斗争的一个 开了一个恶力 罢韩绿营剩下一心 尤其最近高雄大狱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积极回防视察高雄 是在为罢韩催票 还是为补选拉票 国民党负命书长柯知恩 他说这个是政工还没被修掉 小三就急着要上位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认识的柯知恩 好像不是这样 会讲这种话的人 这个就本来我应该做的 更何况高雄是我的故乡 那我去回家 然后看顺便 把整个灾情能够 做一个清楚的了解 那这个是我本来行政院 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赵天霖 可是直接喊话 要陈其迈来接高雄市长 面对绿营来势汹汹 蓝营党主席似乎是冷出力 我们是全力配合高雄市政府 然后也跟韩市长这边 我们相务的合作 目前的状况其实 大家关心的并不是说罢免这件事情 大家党中央跟韩市长 还有高雄市政府最关心的还是市政 跟现在防疫 韩国瑜近日姿态低到不能再低 默默拼市政 希望以暖救急 但是绿营从选举执行 到催票补选全部就位 这一仗蓝营真的不好打 黄运新闻 林维凯 郭艳婷 黄运辰 综合报道 这一仗蓝短下是